马荣和王宝强之间的事情 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吧 马荣曾经指责过王宝强的各种过分行为 让大家对他产生同情 然而我们只听从马荣的一面之词 怎么能判定他说的是真的呢 目前王宝强与马荣的离婚案 在经历将近两年的时间之后 终于有了结果 王宝强最终得到了儿子的抚养权 与马荣顺利离婚 但是在法院判决之后 马荣似乎也并未履行判决 以至于疑似因此还变成了被执行人 而在看王宝强这一边 在离婚结束之后 整个人的状态 似乎也并没有显得怎么高兴 整个人依然是一副非常憔悴的样子 由黄伯自导自演 王宝强 舒淇 张艺兴 于何伟 王许 李琴琴 李游宁联妹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 将于8月10日全国上映 7月27日 导演黄伯协主演王宝强现身成都 解锁数期全国团建行 二人不仅突袭人民公园 现场临机主学差异 还在团建现场与办公室小爷制作荒荡美食 去玩经典游戏蒙眼杂西瓜 考验团队建设能力 热烈互动后 黄伯和王宝强软心对话高考高分学子 花式解读荒荡生存技能 并送上电影包场大礼 现场笑声与欢乐起飞 气氛热烈 作场管计是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又是成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黄伯和王宝强也是入乡随服 惊喜突袭人民公园和民茶馆 现场学习公布茶艺 虽说是零基础学习 但两人很快熟练上手 将茶水从一米二长湖嘴的铜壶中 精确到入了茶碗 现场观众纷纷拍手叫好 随后 黄伯和王宝强来到成都凯德广场 与你朋友们亲密故动 正式启动暑期全国团建行 在观看完电影预告片后 观众们对电影中 黄伯和王宝强的对手戏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黄伯导演大方分享了这次合作的感受 调侃以前和王宝强合作需要磨合 但这次对戏两人相当默契 霍花闪到停不下来 王宝强也透露二人在戏中一笔一有 并肯定了导演用心创作的责任感和态度 虽然在台上 王宝强笑容灿烂 但是私底下 他也不是很开心 在王宝强7月27日 出现在这场的画面中 也是更加明显呢 一路上王宝强都是黑着连 神情不悦 看起来似乎心情不大好 王宝强和马荣的离婚案 拖了差不多两年还没有结果 也耗费了不少心力 王宝强看起来也很没有精神 相比之所以会这样 也是离不开他与马荣离婚案这件事情 这件持续了将近两年的事情 在整个过程之中 王宝强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歇 虽然离婚案由律师处理 但想必王宝强内心也一定是牵挂着此事 一边要忙于工作 一边还要处理离婚案 他面对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来法院宣判之后 能够略微缓解一些压力 但是马荣又一次还没交出 儿子的抚养权 也是再次让王宝强边的焦头烂额 当然了 除了马荣为履行判决之外 关于财产分割和公司股权方面的事情 也是一大原因嘛 至于马荣为交出儿子抚养权这个事情 其实看马荣前段时间的一些举动 也是可以看出他在离婚案二审中 主要就是想争取儿子的抚养权 尤其是在离婚案宣判之后 马荣还在网上喊话王宝强 要面对面谈孩子的事情 但却被王宝强拒绝了 这也是让马荣成为被执行人的一个导火索 此外 前几日曾有网友在网上查询 马荣成为被执行人信息的时候 表示没有查到 认为可能是马荣已经将孩子交给了王宝强 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7月27日 我们也是查取了结果 马荣成为被执行人的信息仍然还在 也就是说马荣并未交出孩子的抚养权 同时 之所以说马荣是未交出孩子的抚养权 才成为被执行人的 因为在两人目前已经宣判的离婚案中 除了孩子的抚养权之外 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履行的了 毕竟财产目前还没分割呢 至于该网友当时为什么没有查到该信息 看该网站首页 也是可以了解一些细节 该网站目前还处于市运营阶段 想必是因为许多时候都不太稳定吧 最后 如今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 无论如何 还是希望马荣能够尽快履行判决 把儿子交给王宝强 以免给自己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呀 现在王宝强似乎放慢了工作的节奏 估计是想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孩子 相信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 王宝强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爸爸 一个更出色的演员 请 你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 记得关注我 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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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